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张国祥,以及野老村妇 这个网友们呢,总是让我呢,谈谈范增和崔如卓先生 那么今天呢,我就正面直观的说一下 二位不加任何的自己的看法 就是正面的说 这个首先说呢,崔如卓先生回国之后 是带了六个亿银子回国的 在美国那个时期已经是上流社会的常客 很舒适的生活 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呢,就已经达到了财富自由 回国之后,看到我们书画界的乱象 第一个喊出来正本清源的人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绘画,我们的书法 一定要正本清源 回国之后,他的生活状态 那会儿也很便宜,买了三套别处 按说这三套别处在当时的状态下没有多少钱 连在一起建了一个小花园 有自己的工作室 那么还有呢,自己的展馆和这个生活空间 中间有个水塘,养的有黑天鹅 这就是他在中国回国后的生活的一个状态 那么,范登先生是写过辞国书 这个出国了 这个可能在外边待了有个三两年 又写了回国书 回国了,当时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在国外呢,混的呢,应该说不是很好 这就是两个人对比的这个状态 崔先生回国这个过程当中 不但带回了这个银子 而且呢,还带回了大量的藏品 就是说在这个国外 因为他是到过世界 基本上各个角落他都走遍了 这是一个行万里路 一个典范 非洲的我们国家的这个藏品 以及这个中东产石油 这些国家的这些文物 包括中中国家皇室的这些藏品 他都大量的回购 现在这个崔先生的藏品呢 获益的就有370多件之多 那么大家可以测算一下 就是获益的 其中呢,比较著名的 有石涛罗汉的摆开侧业 当时故宫想买 给他30亿人民币 那么他也没卖 将来身后呢 好像要做一个基金 捐给国家 这就是崔先生 以上呢,就是他的这种生活状态 以及他的回国经历 这个人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国 他呢,想在他有生之年 他今年这是78虚岁 应该是77周岁 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 建立一个基金 就是类似于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机构 把他毕生的积蓄 包括收藏品应该是几百个亿 就这么一个雄心 但是呢,就是我个人考虑 当然说我刚才讲了 不掺达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咱们大家来看 个人的力量达得到达不到 那么我们期盼能够达到 他的愿望能够实现 成立我们东方的诺贝尔奖 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要实现 汶川地震呢 他是捐了5000万爱国爱民 非常有爱心的这么一位老先生 就是每年的维修费用都很大 崔先生给故宫捐了一个亿人民币 为故宫的文物修复 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范登先生呢,汶川地震捐款1000万人民币 表现也是很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再谈卖画 崔先生呢,是在前几年 是第一次在国博呢 举办个人的画展 也是国博成立之后 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展览 当时呢,我参加了这个展览 人山人海的非常拥挤啊 第二天呢,人就比较清静了 开幕式过了之后 就是比较轻松了 他的展览本来展一个月 后来延长到两个月 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呢 来了一个日本的文化代表团 到国博参加这个展览 这个时期他们和崔先生不认识 团长叫关口胜利 这位关口胜利先生呢 带着这个代表团 看到这个崔先生的这个画作 展览的这些画作 应该是有上一两百张吧 这个数字呢,我也没查 也没记着 这个代表团所有的参观成员 他是文化代表团嘛 都是对书画书法都是很懂的 非常的精通 甚至说这些日本人 在很大程度上 由民国以后 基本上对我们中国的书画 他是俯视的 但是呢 当这代表团看到这个崔先生的展览 非常非常的震惊 他不认为这些画是出自中国人的手笔 当时和吕国脑就说了 中国怎么有画的这么好的人 没见过 很吃惊 非常的震惊 他不认为中国现在 在这个社会里有画的这么好的人 意境 用笔的生辣 构图 用墨 这种到极简 空灵简远 基本上用彩很少 即便用一点彩也很古雅 一点不闹的 那些画 那些人往这一站 尤其画这些雪景啊 还有那大的壮阔的山水 一下子不自然的就走进去了 真的是震撼 当时这位先生说 你看这雪 画这个积雪啊 把这雪下行 渗啊 就是往下渗 积雪融化 尤其是把这个残雪融化 下渗的感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这个观光城里 说我太吃惊了 中国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画家 没见过 这是中国可能是近百年来 这是很难见的一个画家呀 尤其是当代 在我们当代几乎就没有这么好的画呀 后来就找博博馆长 吕馆长就谈 想买下这批作品 和崔先生联系 过程我们就不谈了 到最后这批画以6.4亿成交 后来崔先生不是有十几幅过亿的拍品吗 其中三张作品就是第一次国展被日本代表团 买走的这批作品当中的三幅作品 通过这一个事儿 这三张作品就能说明这些拍卖是真拍 而不是假拍 更不是做数据 为什么呢 等于说是日本人他自己的画了 人家付给你钱了 这个画已经归日本了 人家拿出来拍卖的 跟崔先生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说呢 代表团回去之后 崔先生的画很热门啊 一下子在这几年当中 建了两个大的博物馆 第一个崔卢卓先生的博物馆 是一万五千平米 这个咱们都可以查得到的 拿这个6.4亿的画的其中一部分装饰 后来崔先生去了日本 他们邀请去 说你看这些画 你得参谱参谱怎么悬挂 崔先生就和这个关口省里讲 你还得买十个亿的画 才能够你布展一万五千平米啊 后来又建了一个一万八千平米的这个大的这个展馆 在东京繁华的地带 你给多少钱 那么他得画呀 他拿不出来那么多作品 七十几岁的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他的身体还要要啊 这得几百张作品在里边 才能摆得麻 甚至说得上千张 所以呢 来了几张亲笔的画作 就把那些复制品一个一个的给他换下来 所以说呢 崔先生的话 我是实事求是的讲 他是共不应求的 你像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 咱们这个国内的 你比如说 葡萄酒庄 张玉 葡萄酒 每年 那是有合同的 一定十年的合同 十五年的合同 当时 定的价格可能就十万八万 有五万一瓶尺的 在早期的合同 你是每年要给人按合同 复给人家这个作品 所以说老先生很忙 挖不过来 很多的展览 你比如说 这个个人买他的这个作品 你比如上海 安徽的合肥 五百强的大企业当中的 这些大企业家 买了这笔画 办展览 那些展览也不是 崔先生自己办的 都是人家买了画之后 你去现场 参加这个展览 第一 证实这画都是真迹 第二呢 这是整个展览的一本书 出一本书 这个作品 整个在这个书上都有记载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的 另外呢 咱们范先生 在荣宝斋顶梁柱 实际上 荣宝斋 是国家的买卖 他的这个 整个的推广 文化推广 那么范先生 他为什么 总是画老子出关 一个老头 一头牛 一个小宝贝 这一画画了几十年 本来应该衰年变法 这个法到最后也没变 为什么 他的画卖得太好 如果说你要创作太耽误时间 这就是我实事求是的说说这两位画家 你比如说范先生 他是荣宝斋打造 那么你换一个画的好的画家 可能你的画也一样是工商卖 你也不会有什么这个衰年变法这一说 为什么呢 为的是你看这两位的相貌 气场都很强大 所以说命运很重要 命很重要 运也很重要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